原下来临,气温飙升 台电因而必须启动燃料成本较昂贵的发电机组来供应下级用电需求 为了反映不同季节间供电成本的差异 每年6月1号到9月30号是下月电价实施期间 也希望能够以价格的差异引导民众节约用电 民众时常抱怨夏季电费暴增 其实不全是夏季电价的关系 民众在夏季用电量攀升才是电费增加的主要原因 为了鼓励民众节电 台电公司今年的节电油腻台电油理 加码推出夏季节电奖励金加码活动 电费单每减省一度电 并上网或电话登录 奖励金就可加码0.2元 从每度奖励金0.6元提高到0.8元 参加的对象包含住宅、公社、国中、国小用户 那这些用户呢只要在两阶段规定的期限内 分别是6月19号以及8月17号 到我们台电的国网去登录资料 登录资料之后呢 你在夏季的用电期间 每节省一度电就可以优惠0.8元 加码活动不需要抽奖 只要用户有节电就给奖励金 而且奖励没有上限 台电邀请全民共同节电一下 乡亲可上活动官网或播活动专线 以及客服1911了解 林佳慧李俊杰综合报导